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坛的风水是固定的特定的方向 这个一般不是道教人不太懂这种风水道理 拜天宫的天坛不能随便摆的 那他相信这种风水之说 也可以从他的主措里面 为什么要摆一个锦鲤鱼 为什么要旁贝要开辟绿地 走青龙右白虎 他的概念就他的观念讲是相当的清楚 而且他的二楼的概法 也标准的风水概法 你注意到没有 二楼的概法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的概法 所以这种概法一定是风水指点过的 那他整个的架构呢 他相信风水 他相信龙脉 所以他不可能去拆他的龙脉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挖土机 这是一个误会 因为他隔壁邻居要修自来水管 必须挖前面那条马路 所以开进去 大家以为这个赖清德会去挖祖措 那会不会上演悲情戏嘛 也不太容易上演 因为他现在找了警察在看住了 他在警察面前去演这个戏 是很容易什么呀 很容易失误的 所以在种种风水的要求 以及他对于这个风水的坚持 那他现在所谓的公益信托呢 也是一个虚放一招 反正剩下一天多嘛 一拖过身就过 那公益信托 他现在当然不会去登记啦 他也不晓得怎么登记 那至于税单 他说开来我就交 可是问题开税单 必须丈量房子的大小 其实丈量房子 他又不开门让他进去 他至少交代警察可以开门嘛 里长可以开门嘛 他人不在都可以安排别人帮忙 可是他没有 也就表示说一切选后再说 他需要把这个按下不表 然后拖到了投票完再说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 选民对你的讲法不够信赖 也不相信说你选后真的会公益信托 也不相信说你真的会缴房屋税的话 他的选票自然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就让选民来做裁决吧 一个总统级的政治人物违法在先 然后又私讯以后 那最后呢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达成 就变成黄园一片 看大家能够接受 一个爱说的一片 对 所以说迪卡那现在也是剩下 一片多的时间 同获胜就过 他不完这个时间选完取之后 如果当选了 那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那证明他所谓的东西 那公主所选到 他是房子的证明 对 所以因为这个房子 这个龙派让他当选 是一个更为残忍的 对